其实大师赛这个比赛的时间对于高手来说都比较难打 因为他距离世界锦标赛太近了 大家在市井赛上刚刚出了一个运动的高潮期 那么接下来要想在大师赛上再继续保持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毕竟市井赛的分量不一样 所有的运动员都会把状态尽量调整到在市井赛是一个高空 所以两人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都有些失误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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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场球的第一局比赛两个人的失误还是多了点 从一开始林丹那个7比1呢 也是依靠哈菲兹频频的送分 后面这半局比赛两个人也都是非抽分性失误不少 20比13哈菲兹先获得了第一局的局点 第队角得分21比14 马来西亚的哈菲兹是先胜了第一局 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看 双方接下来的交锋 好观众朋友我们继续来看林丹对阵哈菲兹的这场比赛 在刚才的第一局比赛里面 哈菲兹是21比14先取得一局胜利 起发球的正手放短 但球没有过 那这个球是出了边线 这这个截杀挡得太有质量擦着球网过了 落点非常尖 第二局一开始 林丹的场上局面还是没什么改观 今天林丹的防守做的不是特别好 念双方向下 上面还有市场转称的话 问一时收到车 那么时间 现在是三时化 这完全是三时化 第二局关门 根本本就变了 一定是三时化 三时化 当网回修下网 现在林丹这个正手往前的回放也变成一个习惯球 刚才被对方抓了一个出球 上边的这些组织来探球的学生是在自娱自乐 他们的加油和场上真是看不出什么关系 去年的亚运会之后呢 我记得李永波总教练在比赛结束之后的 还有在青岛苏丽曼之后 他说过一个感受 觉得这里的观众非常热情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观众确实是在看球 热在场上确实是在看球 而且能够看短球 因为从他们的加油的节奏能够看得出来 能够感受到 小球出底线 这个球其实也是半场球 林丹很果断的抓换球 这个机会 现在防守反击的得分比率在南端的对抗当中还是挺多的 这是中国雨鞋的官员刘国珍 那么他在组组织比赛方面呢 有很多年的经验 一直是担任在国内举行的这些国际比赛的 采判和赛数的组织工作 哇 好球 哈菲斯这个球有点大意了 完全去抢直线 把对角给放了 在这个级别的南端的对抗当中 对方是有能力打到任何一个位置 尽管是在被动情况下 中国对着自曾于中国 哎 发投上海澳人 故意中国 哈啰南达 24 王春凛 Vspotropria Vspotropria 砍牌 本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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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